第二百四十一章,笑盈盈依稀淡红衣,二,谢灵一把抓住他,恶人道,三郎,你怎么了?花城环算从容,道,莫氏,只是稍微有点过头了,谢灵一听就猛了,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,这怎么能叫莫氏?法力,是哪些法力?花城挤谢灵送法力,从来都庞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,笑咪咪的庞扶莫有分毫负担, 但那是他自己的法力,又不是大郎逃来的杀,怎可能真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?这根本不能怪花城莫早月,只能怪他自己莫早想到,谢灵又回又急,道,我还急你,他捧住花城的脸就吻了上去,冯信和木琴本想过来的一线此景,瞬间倒退朔章拉开距离,放他们两个在那里自己弄,周家以除,他拼命把自己能挥霍的全部法力, 都往花城那边渡去,想尽早让他恢复,可是,他吻了好一阵,松开一看,花城袖口的红衣,以及那双银护腕,环视透明的,甚至已经半透明了,谢灵挣了好一会泥,心中惶恐,下一只又捧住花城的脸要吻上去,花城雀眼极手快,反捧住他的脸,亲了他一下,笑道,虽然哥哥这么主动, 我很高兴,但环视不必及我度法力了,不过,如果哥哥不是借法力,只是善纯地想吻我,我倒是完全不介意,越多越好,欢迎至极,谢灵紧紧抓住他,快要崩溃了,这是怎么回事,花城道,只是稍微休息一下罢了,哥哥,不要害怕,谢灵抱住了头,道,我怎么可能不害怕,我要疯了啊, 以花城的性子,如果不是问题很严重,严重道他已经无法掩饰,他怎么会让谢灵看到他这副样子,多到把两道咒家都爆开的法力,究竟是有多少,越一句浩瀚如江海毫不夸张,他自己怎么可能莫有半点影响,好不容易,好不容易把所有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解算清楚了,和否信木琴越开朗,束缚了他八百多年的咒家也解开了, 一直想对花城坦白又不敢坦白的也全都坦白了,但当他笑容满面的回头奔过来,迎接他的花城却变成了这个样子,他能怎么不怕,他怕得要疯了, 俯信和木琴觉察不对,远远地道,殿下,怎么了,往这边奔了几步,但又因为某中院固断在半路,觉得不好贸然靠近,谢灵此刻完全注意不到别人了,他抓住花城,心脏都快停止跳动了, 吓坏了一般,道,怎么办啊,花城微微叹了一口气,伸出双臂,再次枪他搂入怀中,道,殿下,我一直看住你,这是他第二次跃这句话,比方才更柔声了,谢灵抓紧他胸口的红衣,茫然道,我知道,我知道啊,可是,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,花城修长的手指轻轻梳理住他凌乱的发,撕,道,殿下,那你知道, 我为什么不肯离开这个世界吗,谢灵不能明白,为什么花城到现在还如此镇定,急得都发抖了,但六神无主中,还是有些傻乎乎的问道,为什么啊,花城低声道,因为我有一个心爱之人还在这世上,听到这句 谢灵微微一愣,他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句话,花城继续道,我的心上人,是个勇敢的金枝玉叶的贵人,他救过我的命,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仰望住他,但我更想追上他,为他成为更好更强的人,虽然,他可能都不太记得我,我们甚至莫有越过几句话,我想保护他,他宁望住谢灵,道,如果你的梦想, 是拯救苍生,那我的梦想,便为你一人,谢灵凭住记忆,斩生问道,可是,那样的话,你会,不得安息的,花城答道,我愿永不安息,刹那间,谢灵的呼吸都在此刻停止了,恍惚听到两个声音在一问一答,如果你心爱之人知道,你为了自己无法安息,恐怕会烦恼歉就吧,那我不让他知道,我为什么不走就好了, 信得多了,总会知道的,那也不让他发现我在保护他就好了,那团鬼火,花灯夜里被他用几个钱埋下的弱小鬼火,寒冷的冬夜里想把他从乱坟里拉起来的鬼火,在白雾笑面前拦住他不让他靠近危险的鬼火,在白剑穿袭时,代替他惨叫出来的鬼火,花城诞生道,殿下,我了解你的全部,你的勇敢,你的绝望,你的善良,你的痛苦, 你的怨恨,你的憎恶,你的聪明,你的愚蠢,如果可以,我愿意你把我当成他脚石,过河拆的桥,向上爬药材的尸骨,活该千刀万剐的罪人,但我知道你不会,他一边跃住,衣上风红一边黯淡下去,谢连双手哆哆嗦嗦地抓住他,环师莫有停止及他输送法力,也莫能阻止花城深淫的逐渐淡化,他双眼都模糊了,欲无伦的, 结结巴巴地道,好了你不要月了,我明白了,但是,但是你不要这样好吗三郎,我,我还借了你好多法力莫有还,还有,刚才的话其实我还莫月完,还上很多,好多年莫人听我月化了,你会留下来的吧,你真的,不要这样,我受不了,三郎,我真的受不了,两次,已经两次了,我不想再有第三次了,花城已经为了, 她从这世上消失两次了,花城却道,为你战死是我之高无上的荣耀,这一句,犹如致命一击,谢连眼中的泪水,中屋再也忍不住,夺旷而出,她旁復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,道,你越过你不会离开的,花城却道,天下无不散之宴席,谢连深深埋下头去,胸口喉咙剧痛,不能言喻,随即便听花城在她上方道, 但我永远不会离开你,文言,谢连猛地抬头,花城对她道,我会回来的,殿下,谢我,虽然欲音坚定,她苍白的脸庞却也开始褪晒,透明了,谢连伸出手,想要去触碰这张脸,手指尖却穿透了过去,她一愣,再抬头,花城的目光温柔而赤裂, 近身了一只眼睛临满是爱恋,默默凝望住她,似乎愿了一句话,但默有声音,谢连不肯死心,伸出双手,拥抱向她,想要听清,可她环目用力,被她抱住,也抱住了她的人便消失了,在她面前,花城瞬间破碎成千只银碟,化为了一阵拥不了,握不住的绚烂兴风,谢连的双手抱了个空, 维持住拥抱的姿势,一动不动,她不知是莫反应过来环视不能动,跪坐在如梦似幻的蝶阵中,睁大了眼睛,下方冯信和木琴万万莫想到会出现这样一幕,两人脸都白了,冲上来道,殿下,冯信是先冲上来的,道,怎么会突然这样,刚才不是环好好的吗?是因为咒家,木琴一拐一瘸跳了两下,跳不上来,抬头向那些银底喊道, 细雨昙花,你别是开玩笑,莫死就赶紧出来,那些银蝶当然不会回答她,纷纷扰扰,震持向天飞去,冯信伸手去拉谢连,谢连却坐在地上不起来,冯信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道,有什么我们能帮忙的吗?要法力吗?能救吗?到底该怎么办?木琴却已看出来什么了,道,算了,你闭嘴吧,什么也不用办了, 漫天荧光闪烁,蝶翼闪闪,如同八百年后他们第一次重逢那般,一只银蝶幽幽飞过,在她手背,面颊,额心等地依依点过,眷恋不已,庞扶在低速别誉,谢连呆呆地伸出手,让她栖息在自己手上,那银蝶似乎欣喜不已,拍拍蝶翼,果然为她停留,但也不能长久, 不依惠泥,她就随风散去了,可是,她停留过的地方,谢连的第三只上,那道红蝶,明月依旧,然后呢,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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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裴明中屋忍不住了,不是,怎么可能就在这玩了,我一个外形人都看得出来莫玩啊, 莫琴把厚厚一大碟对账簿网桌上一搁,冷淡的道,我算出来就是这样的,到这里就完了,我可以当场再算一遍,请陪将军听好,扣去888万功德,加上666万功德,再加上1720万功德,再扣,冯信道,行了不用算了,说是这个说莫错,但肯定漏了不少吧,不然这根本对不上啊,莫琴道,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, 反正我莫算错,或者各位再找一个人来算吧,早知如此,我就不多管闲事了,仙津毁坏后,七零八落,落花流水的神官们好容易才重聚起来,在无人问津的太苍山山顶上拉了戒,设立了一个临时尚天庭,幕下,神官们正在热火,朝天地商量住新仙津的修整重建事宜,但,很不幸的不是,那场大火,非但把各位神官气派非凡的精神, 都烧光了,导致现在他们只能挤在这荒凉的破山上几亿,也只能在临时搭建的小棚子里休息,环导致所有文卷被复制一句,大量记录消失,拉拉扯扯,扯了好些天了,到现在环撸个账都撸不清楚, 陪明一只手臂绑住绷带掉在脖子上,另一只手摸了摸下巴,道,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,玄珍最近的玉器,是不是越来越阴阳怪气了? 冯信道,他不一直这么阴阳怪气吗?现在懒得做表面功夫了而已,木琴翻了个白眼,众人都指他,不像话,木琴转身就走,全一针浑身都包在绷带里, 包成了一只人形粽子,只露出一头乱七八糟的卷发,欲言含糊地道,现在到底该怎么办? 谁来算,大家你忘我,我忘你,纷纷咳嗽,悄悄后退,谁都不愿接这吃力不讨好的差事,现状,陪明叹了口气,道,哎,要是灵文还在就好了,不管怎么愿,他半生末的话愿,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记在他脑子里,灵文殿烧光了也不怕, 一天之内,肯定交结果,在这破山上折腾了这许久,众人心里早就这么想了,只是不甘愿,现有人带头,纷纷附和,是啊,我今后再也不骂灵文殿效力低下了,我早就不骂了,正在此时,外边有人报道,诸位与世大人来了,文言,众神官街面上一喜,都主动迎了出去,只有陪明神色微妙,似乎犹豫了片刻, 环师选择不出去了,这时,又一个声音道,太子殿下,您也来了